今天六月的時候我跟一百多名的公事派遣工 正是那邊成為了公事的正式員工 那原本其實我們應該有六名派遣工 可我們一樣在今年六月的時候應該要收到那邊 不過就在那邊的前夕有六名派遣工 竟然遭到了不當的解僱 那這六名派遣工他們的年資長達了兩到五年的時間 而他們所做的也是經常性的業務 照理來講他們應該也就等於是我們的同事 也就等於是正職的員工 只是長期以來都沒有受到合理的待遇 原本以為這一次呢他們可以獲得一些平反 沒想到竟然在那邊的過程當中呢 公共電視竟然就是硬生生的剝奪了他們的工作權 解僱對一個勞工來說是多麼大的傷害 公共電視你的招牌做得這麼大 但是請問你真的翻得起公共這兩個字嗎 然後那時候公共電視說 我們如果有任何的不滿可以去找公市的申訴委員會去做申訴 而且在七月公市在桃園舉辦問責座談會的時候 邦香霞總經理他也說 他相信這個委員會會做出最公平公正的處理 但是我沒有想到說最後我們收到的迴函竟然說 這個派遣工的問題 並沒有在申訴委員會受理的範圍裡面 所以請我們自己尋資把管道去處理 我覺得非常的荒謬 而且就在上個禮拜 我們一群人又追殺到公市在花蓮的問責座談會 公市的態度非常的高傲 簡直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邦香霞居然說 他們討論的結果就是 這個問題就是司法的問題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處理 之後我們提出任何跟派遣工有關的問題 他們都不予受理 就是都沒有回應我們 而且跟大家講 就是在桃園的時候 林奇隆經理就是公市新媒體部的林奇隆經理 他竟然阻擋我們的媒體進去拍攝 當天就引發了非常大的糟動 也引起非常大的笑話 所以在花蓮的時候 公市他自己不敢出來阻擋我們 他去拜託園區的工作人員 來了五個黑衣人來阻擋我們的抗爭 結果反而引來了更多民眾的圍觀 公電視又再一次 引起了非常可笑的一個大笑話 公電視你不回應我們沒有關係 可是接下來你的每一場 不管到哪裡的問責座談會 我們都會追殺過去 那請你準備好結招 我們來的時候 他說要給我們申訴的管道 申訴的機會 可是這樣的申訴 有做到嗎 沒有 這是我們要的申訴嗎 不對 是 所以我們覺得公電視非常可惡 公電視作為一家公共的電視台 說是全民用納稅來養他的 可是公電視的資方 和其他唯利是圖的資方 有不同嗎 沒有 他那些不願意給全官公人錢的資方 和那些鬧口的資方 有什麼不同嗎 沒有 他會對全民納稅腳前講公事 他會對全民 會對稱之為一個公共的電視台 我們覺得更可惡的是 趙玉銘董事長 居然在我們去勞動部抗議 也就是這禮拜二 我們去勞動部抗議的時候 趙玉銘董事長接受媒體的採訪 他回憶什麼 他說 如果公事的派遣公被解剖的派遣公 如果你們不服氣 如果你們不爽 你們就去告啊 請問一下 這跟其他的資方是沒有不一樣 沒有 別對所有的勞資爭議 我們的資方靠著自己財大氣粗 就可以玩弄被解剖的勞工 就可以無視勞工的訴求 這樣的公事我們一點都不想要 這樣的公事我們也不會繼續支持 現在就在董事 董事會正在開會 那我們希望他們趕快把這董事 把這陳情書交給董事會 我們寫了公事假派遣公 因為我們從來不承認我們是派遣公 我們是假的派遣公 真僱用的公事員工 好那嘉經理拜託你 董事會現在正在開會 麻煩你幫我們把陳情書立上去 那你可以幫我們講幾句話嗎 看你們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我會立刻上去把這個陳情書轉交給董事會 那因為他們現在正在開會 我也是盡快轉交過去 希望他們也能夠討論謝謝 請你什麼時候可以回覆我們 那在什麼時間會 我們要在這邊等董事會結束嗎 他們今天在開董事會嘛 所以要看裡面的狀況 我想我這個檔案拿上去 那現在一個禮拜之內 至少有回溫給我 一個禮拜之內 我要看董事會最後的決議 好那我們會追董事會的決議 看怎麼樣子 我們會持續關心這案子 那請你盡數交給董事會 希望他們今天就來討論我們的案子 辦通了 好 公事資本文法 公事資本文法 停止捐款幾次二指公事 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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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